这是个让你无法拒绝的女人 可她的男牛却是个臃肿的秃头男 她既不是富豪 也不是帅哥 甚至浑身还散发着恶臭 每次两人吻别后 女人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女人名叫小美 是一家公司的秘书 这天她从同时那得知有一个很灵验的女巫 当她刚坐下 只见女巫轻轻揉动太阳穴 很快就算出了她的职业 并说她是一个拜金女 小美也毫不避讳的承认了 女巫接着道 你今天就会被炒鱿鱼 但是马上又会得到新的工作 小美不以为然 她表示老板今天已经出差去了 就算被炒也不是今天 等回到公司 她正跟同事抱怨的算命的一点也不准 就这样 她被炒了鱿鱼 正当她走在回家的路上 预言竟然全都说对了 当小美再找到女巫 这次她告诉小美 她今天会遇到一个大个子男人 等他们结婚后 她将获得一笔巨额财产 并且男人会很快暴毙 果不其然 这个大个子男人晚上就出现了 纵使万般不愿意 她也同意了跟男人交往 想想那巨额的财富 况且男人也命不久矣 熬一熬总会过去的 很快小美就披上了婚纱 可婚后的生活还是让她有些猝不及防 每天不仅要在家打扫卫生 还要伺候这头肥猪 她每晚都只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 她气愤的找到女巫 并咒骂她就是个骗子 她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 正当她准备买完东西回家摊牌 一大堆记者包围了她 男人解释到因为她是第一百万个顾客 所以将会获得一百万美金的奖励 当她一番血拼后回到家 她立马开始收拾行李 并直接向男人摊牌 男人试图留住她 被她一把推倒在地 然后皱骂着专身就要离开 男人叫住了她 并缓缓向她逼近 小美想去开门 小美就这样隐恨西北 而男人也被逮捕并坐上了电影 这时又一个年轻女孩找到了女巫 我提一杯哦 小美拜金把命算 不惜下架邋遢汉 只顾钱财千千万 万般算计把命断 我是宝牙 喜欢的关个注 谢谢